实现 那么本节课呢 我们来实现我们的登出 那么登出呢 相对登录来说呢 要简单很多 因为我们登出呢 基本上不需要查库 好 首先呢 我们来实现我们的后台接口吧 比如说我们先加一些注释吧 登出 接口 实际上呢 我们现在做的呢 都是提供了一些REST的接口 那么其实我们这个Mongo 我们NoltoJS呢 它完全可以在内部 在NoltoJS里面 层面 我们可以看到 它Sever里面有一些 有些微有页面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面去定义页面 但是呢 我们这个 因为我们要做强后端分离嘛 所以说我们接口呢 NoltoJS呢 仅仅是提供了一个接审输出 相当于是个REST 那么前端呢 去通过REST的 去调用接口呢 拿到接审数据 我们就相当于是 把这个微有这些层呢 把NoltoJS 微有这些层呢 把它给它废弃掉了 基本上没有用了 好 再点给大家提醒一下 好 我们通过Router呢 还是一样发一个Post的 我们讲过了 凡是往服务器 发送数据呢 我们都尽量去 通过Post的进行提交 这个地方登出呢 实际上发Get也可以 因为并没有参数 参数带过来 好 我们叫Logout Logout呢 有个回调 第一个呢 是Request 就是请求 第二个呢 Response 是响应 就服务端的响应 回应 第三个是Next的 Next呢 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处理 继续往后走 就往下一步进行执行 好 既然是登出呢 我们是不是需要把Cookie 给它清掉呀 怎么去清Cookie呢 通过Is.Cookie日 就获取到所有的Cookie 好 应该是 我们第一种方式呢 就是通过Cookie 直接给这个UserID 给它制一个空 这个是相当于是 还是我们相当于是 写Cookie的方式 还是相当于是 我们往里面去写 那么给它制成空 然后Path呢 我们还是一样 给个杠吧 但是呢 它的生命周期呢 我们给个0 就相当于是失效了 或者我们给个-1 就让它直接失效 这种 然后呢 我们通过Is Is呢 就是往服务单去写 Json呢 往服务单去输出 Stars 这个呢 实际上不涉及到输入库 只要不涉及到输入库呢 我们的代码呢 应该说是功能要轻松很多 直接是0 它不会有出现什么异常的情况 好 Result 也是空 这呢 相当于是就已经登出了 好 我们前端怎么去实现呢 我们来看一下前端 前端我们要点击登出的话 我们是不是也要去掉接口啊 那这儿已经设置了model了 那这儿肯定不能这么去写了 我们就要定一个logout方法 在logout里面 我们去做一个判断 比如说 logout 还是一样 用ES6的函数 那么logout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需要把这个摩带框呢 给它改成false 点logout 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不需要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是退出嘛 退出肯定是不需要了 好 我们接下来呢 通过ASLS插件呢 发一个pause请求 还是一样 一级路由呢 是users 二级呢 是logout 我们看一下地址有没有错 小写了logout 好 然后呢 我们没有什么参数 我们直接通过run 链式调用 我们还是一样吧 写降头函数 大家写多了呢 可能慢慢就熟了 iis 还是一样 我们通过let接收一个iis 点data 这个data呢 是相当于人家这个插件里面 自动自动封装的 我们叫response 我们做一个区分 这样容易记一下 如果is点 我们的stars 很等于零呢 说明我们退出成功了 退出成功了以后呢 我们要怎么去做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 nikname呢 给它清空 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还原了呀 那如果报错的话呢 那就那就 那相当于是你的 肯定是你的服务 服务出问题了 才会报错 好 我们来看一下页面 我们刷新一下 为什么刷新 我们的登录信息没了呀 因为我们刷新 我们并没有去 拿我们的用户 判断它有没有登录 我们并没有去做判断 所以说它登录之后 信息就没了 这个组件呢 它是不会存取的 不会保存的 我们重新登录一下 好 我们一样呢 把这个空间打开 这个时候呢 是不是已经登录成功了 点退出 推出报错了 users logout 报404 不存在 这个难道又是我们的配置问题 代理问题 我们看 实际上我们的接口呢 也出错了 也出错了 users-login server user-logout 404 logout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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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的话按说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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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flames 我们在去看一下曝文吧 日志吧 使图 e слишком 104 446 行 第七列 最后呢 映射到我们的index ens 里面的二百八十二百八十行 这个里面实际上呢 大家都有一些报错的一些函数 我们看到Ruta Dex 这个接口 理论上不应该报错 是不是我们的 我们这现在是越做越晕 我们这个服务呢 我们根本就没有重新启动 我们开发完了之后都没有启动 那其实我想给大家去推荐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呢 叫Super Super YS 这个是自启动的 那么如果说我每次都这样去做的话 还是挺烦人的 是这种东西 那我们通过给大家提供一个Super YS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这么一个插件 应该是这么个插件 我看一下有没有 Super YS 这个插件呢 它是可以自动启动的 自动监听我们到街上的变化 然后自动启动 但是呢 我曾经用过一段时间 好像有的时候觉得不太稳定 有的时候我改完之后呢 它并不会自动启动 我只用过了一段时间 大家可以尝试用一下这个插件 要不然的话 我们每次改完之后呢 都需要自动启动 还是挺麻烦的 好 我们继续刷新一下 刷新完了之后呢 我们重新登陆一下 密码了123456 点登陆 我们继续点登出 登出呢 我们可以看到 接口呢 是不是已经请楼成功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Cookie 还有没有值了 User 里面还有一个User 1007 好像我们并没有存这么一个 一个Cookie的值 我们这儿存了一个 我们这个ID名字存错了 所以说清的时候就没清掉 这个值一定要对应起来 我们先把这个值删掉 给大家重新再演示一下 我们登陆 点登陆 是不是我们的 我们这个服务呢 需要重启 还是一样 这还真是挺麻烦的 因为我们改了这个服务器代码了 所以说呢 每次都需要重新启动 我们可以看到 一旦我们存取成功了 我们把这个值清掉 一旦我们登陆成功呢 我们里面就会写进去一个Cookie User ID是不是已经写进去了 那我们登出呢 登出之后呢 我们再刷新 我们看到User ID没有了 这我并没有清掉 它自动清掉的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IS的Cookie呢 这个已经生效了 当然IS呢 还有一个方式 就是通过ClearCookie 来去清我们的数据 好 那本节课呢 就先讲到这里 这是我们的登出的 接口的一个实现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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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